您好,我是张宁 就在昨天,台湾经济部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说驱逐阿里巴巴 我们都知道,阿里巴巴在全世界登记注册 也就是说把它的淘宝网系统推广到全世界 淘宝网,阿里巴巴就是作为一个总公司 阿里巴巴在台湾注册的淘宝网 台湾淘宝网,它是为了规避台湾对大陆投资的限制 它是转到英国,先在英国注册了一家公司 然后呢,名义上再由英国这家公司来控制台湾淘宝公司 投资台湾 但是呢,台湾经济部的审查部门 对此确认以后呢,认为它违反了台湾的法律 所以说呢,要把它驱逐出境 对它进行了罚了一笔款 而且呢,是要求它改正或者就是撤出台湾 经济部的主要理由呢 是因为呢,这个台湾淘宝呢 这个就是收集大量台湾的用户的这个资讯 然后呢,把它发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我们知道阿里巴巴的总部就设在杭州 所以说呢,这样就使得中共掌握了大量台湾用户的私密数据 就能够呢,对台湾构成威胁 或者利用他们掌握的这些数据呢 进行敲诈,窃听等等 一系列这个违法犯罪行为 这个台湾做出这个决定呢,是很不容易的 这说明台湾呢,现在也在想跟 开始跟中共这个脱钩 或者说呢,加剧了这个脱钩这种趋势 我们知道,川普已经最近多次明白 多次明白地表示他要与中共脱钩 而且呢,他对他的第二个任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望 也就是说他讲在哪儿 总统第二任期里,他做什么的时候呢 他讲得很清楚,要跟中共脱钩 他再也不相信中共了 从目前来看呢,川普呢 就是连任呢,已经没有多少悬念 虽然此前呢,他的硕制 他的这个,就是民意调查硕制呢 曾经低于拜登 一会儿八个百分点,一会儿六个百分点 其实这是所有寻求第二任总统 面临的普遍状况 因为人们呢,对这个县政府都多有不满 但是呢,他们多一段时间关注之后呢 就觉得呢,还是让县总统再干一届 比较稳当一些 否则的话呢,他们将要面临更多的麻烦 尤其现在呢,这个跟川普竞选总统的拜登呢 这个,具有明显的亲共倾向 而且年龄确实太大了 78岁了,经常语无能次 所以说呢,川普一旦连任以后呢 肯定就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因为目前呢,他要把一定的精力 用来怎么样使美国经济回到正规 以及应付这个即将到来的大选 这个大选很快了 只剩下两个多月时间了 所以说呢,这两项这个事件呢 要占据川普大部分精力 随后呢,我相信他就会 开始与中国进行全面脱钩 现在脱钩最彻底的还是印度 印度宣护禁止中国数百个软件的运行 而且呢,进行了一系列制裁行为 其实印度显示的就是一种决心 就是与中国脱钩 因为印度政府呢,清显地认识到 只有与中共彻底脱钩 才能保护印度的国家利益 才能确保印度人民享有自由 因为中共呢,它就像一条蛇一样 它总是给你一点表面上的好处或者许诺 然后呢,很狡诈地游进来 然后呢,就开始收集资讯 然后就开始这个收买一些人 开始控制一些人 开始攻击一些人 总而言之呢,中共呢,就像毒蛇一样 现在呢,澳大利亚也在跟中共脱钩 英国也在跟中共脱钩 应该这样说 整个世界都会跟中共脱钩 因为中共呢,发动这个病毒战呢 实在是对人类造成了太大的伤害 当然现在整个人类呢 都还一筹莫展在这个病毒的攻击面前 而且呢,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呢 收集更完备,更完备,更详细,更确凿的证据 来证明中共发动了间谍战 其实现在全球的情报纪录呢 远近都在盯着中国 都在要收集中国的这个病毒战的这个证据 一旦这些证据将来被收集到足够证实了 那么国际社会呢,也就会对中共实施 越来越严厉的制裁 以至于彻底脱钩 然后呢,就可能是军事打击 现在的这个台湾呢 如果尽快脱钩 或者提前一步脱钩呢 那将会减少损失 因为现在你想,在全世界目前 在中国投资最多的 其实还是台商,然后是港商 一旦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制裁 或者中国跟印度跟其他国家 处于战争状态 那么可以这么说 台商的投资,港商的投资 都会彻底的这个完蛋 所以说呢,他们要抓紧撤退 他们有这种迫切感 当然到时候可能倒霉的 在西方国家当中主要就是德国 因为美国,日本,英国呢 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在从中国撤职 他们的商人都明白 在中国继续做生意是很危险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有这个走投无路的这个德国 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呢 依然幻想想跟中共维持着这个生意 然后呢,还想从中国赚钱 因为德国的汽车工业呢 目前面临着空前的危险 就是由于技术的落后 比如说现在这个机车呢 已经开始进入这个 也就是说 进入网络时代 比如说这个马斯克 他的那个车 就已经享有了全面的优势 对于德国传统的那种车系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德国人不能够应变 不能够迎头赶上 不能够学习 不能够跟西方的这个竞争 反而幻想跟中国合作 可以生产廉价的这个德国车 然后呢,往中国卖 往世界卖 这种思路是完全行不通的 这种思路呢 只能使德国企业深陷中国 到最后想撤出的时候 就会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很多固定资产 设备、机器 这些你投资进去 你想撤走到时候是没门的 而且呢 还有其他的软 就是软性的投资 比如说管理呀 技术呀等等 这些投资呢 在将来是 从现在看来是不可能 从中国市场获得这个收成的 或者说不会有收获的 而且也不会出口到世界各地了 就是说无论在中国市场 还是世界市场 与中国合作生产德国汽车 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相信整个世界呢 也都会意识到 与中国脱钩呢 必须要加紧 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 迫切的需要